政府的4万亿的那个注资主要是它的用途就是扩大内需 那从首都机场的业绩报告来看 虽然它获得了10亿元的注资 但是可以看在半年前它收购三号航机停 所要多付出的一个开支的成本 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所以说这10亿元对它来说是还是不够的一个 远远不够它的那个需要 那整首都机场在奥运年其实很多业绩是非常差的 它由银转亏 而且可以看到这10亿元并不能对于机场有一个很好的支持 并不能可以给它的盈利以扭亏为盈 而且如果一旦其他三家航空公司并未落实政府的政策注资的话 对于首都机场的股价更为有压力 我认为短期的压阻力位会在4.5元左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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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